从前从前在距离现在将近一千年前的宋朝 有两位非常用功的好学生 名字叫做游座杨石 当时有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叫做陈怡 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理学家 影响了当代许多学者 游座与杨石非常崇拜陈怡 但是两人居住的地方离陈怡非常远 更何况当时没办法打电话预约 所以两人决定要跋山涉水 亲自去拜访陈怡 向陈怡请教学问 并且拜他为师 两人出发时刚好是冬天 正下着片片雪花 但是寒冷的天气无法打败他们 经过一番辛苦的旅行 终于来到陈怡老师的门前 推开门进去一看 发现老师这时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两人不敢惊动老师 只好站在庭院中等待老师睡醒 好不容易陈怡刚睡醒 看到庭院中的两个人有些惊讶 但更令他意外的是 这两个人身旁的鸡雪 竟然已经鸡了一尺多了 后来我们用陈门力雪 比喻尊敬师长和前陈相学 这个就是陈门力雪的典故由来 这次是陈门力雪的典故由来 这次是陈门力雪的典故由来